你要今天跟兩位就是 電影之力這麼深厚的前輩一起出席這個演講 自己會在緊張嗎 其實還好啦 因為今天就是一個記者會的形式 但其實我真的好羨慕現在的高中生喔 可以有這樣的演習影 因為我剛剛聽了一下卡斯非常非常的強大 所以我其實還特別看了一下時間 看我可不可以來 對啊 結果發現我人不在台灣 不然其實我真的很想來聽 就可以吸收大家的一些經驗 那兩位導演演對於瑤瑤這樣的演員 有沒有心想要跟她合作的劇本之類的 沒有 我覺得女鬼還蠻最好的 唉唷 沒有沒有 我覺得要一個非常具有人的感覺 那瑤瑤這部分其實非常非常的有魅力 對 因為我覺得她有非常豐富的人生的經歷 然後在詮釋上面會非常的好 然後沒有 因為就是之前 就是原子影響也有製作過那個 南方小孩牧場 然後所以其實 雖然我今天是第一次 第一次見到瑤瑤這樣 但是其實聽到瑤瑤的名字 以及就是我的製片未然 就是之前就一直都在稱讚她這樣子 然後所以其實有任何機會 只要就是角色適合的時候 當然是會想要考慮合作的 對啊 然後最近好像都在講這些演講 出席活動的時候 對 沒有啦 剛好這兩次啦 就是比較多學生 可以跟學生演講 可以跟學生分享的機會 對 但是其實覺得 蠻有趣的 可是我自己也蠻緊張的 因為我本身 不是一個表達能力很好的人 就我不太會講話啦 但是可以和學生分享 我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可以看得到他們現在的困惑 然後如果可以幫他們結婚 因為我去演講完我發現很多學生 都有跑來私信留言 然後問了我一些問題 然後我覺得 如果我的能力可以幫助到他們 我也非常開心 對啊 你這主題是這個 電影教我的人生課程 對 所以你來說 電影對你最大的影響是 電影是對我最大的影響 其實我覺得我有一點 我一直覺得很可惜 是我這麼晚才接觸到電影 對 然後這麼晚才開啟我對電影的熱愛 其實我覺得有點遲了 因為很多事情真的就是我 等於是從零開始學起 然後相對的也會比較辛苦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電影真的是一個 非常迷人的產業 對 然後我現在就是 我覺得啦 就是我可以為電影付出 我所能付出的 對 只要我可以做到 我都願意為了電影去做 然後當初拍志氣 所以你的學生體驗是拔河 對 你來說有什麼樣的啟發嗎 啟發喔 我覺得那群小朋友 給我的啟發太多太多了 其實像剛剛導演 楊導演講 就是說很多時候 我們會因為一點小小的挫折 然後就放棄了 可是拔河的小朋友 他們遇到的挫折是更大的 可是他們都不會放手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啟發之外 還有在人的情感上 我覺得那群小朋友是我遇到真的很單純 然後事事都會為了別人著想 然後就會在他們身上 找到很多很多感動 對啊 這對我來講都是蠻大的啟發 那你覺得對你底下的成就 你覺得自己最大的特質 我現在沒有什麼成就啦 就是拍了志氣之後 唉唷 喂啊 拍了志氣之後 我覺得志氣對我來講 就是開啟了 我接觸電影的一扇門 對 然後也是我開始覺得 我覺得真的到了拿獎的時候 我才自己敢相信 原來我可以做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老實講 我在拿獎之前 我一直很懷疑 我是不是不適合這份工作 不管是拍戲還是唱歌還是演藝圈 但我覺得有這些專業的人 都願意給我肯定了 所以我應該要對這個獎項負責 對 所以我只要能做的 我都會盡力為電影去做到 嗯 對 對